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 已向日方提出交涉 中方敦促之方切实信守 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 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